原家龙新村最近几个月空气污染问题恶化 原来是周遭的工厂非法处理洋垃圾 也就是废弃塑料 雪州政府吉隆坡市政局土地局移民局和警方等单位 今天联手突击非法工厂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其中一间住落在油中巴里面的工厂 不管是里头还是外头呢都堆满了这些塑料垃圾 那记者在现场呢也可以闻到一大股的 化学还有塑料味道十分扑鼻 因为它是空气污染 而且它是味道来的 所以你是很难用肉眼来看的 要必须要清零现场才能够感觉到这种东西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那时候没有这个办法形容给媒体知道 所以现在大家能够来到的话呢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相信是走漏风声 一些工厂早就有大门申索 雪州行政议员雪莱贤表示 他在前一晚收到九人的请求 试图贿赂他不要对付这些工厂 结束目前执法当局成功关闭四间工厂 并逮捕了17名非法劳工 同时充公两辆罗粒 行动党万金周议员刘永山坦言 这些废弃塑料是通过发生港口 从中国等先进国进口到我国 再做进一步处理 由于前朝政府发出大量执照 洋垃圾才会不受控制流入我国 为了避免污染问题加剧恶化 执法单位将不间断转开突击行动 接下来雪州政府将会和房地部研讨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巴陆空间邓穗金刮拉冷约报道